第六篇 是你的家庭和睦的七种方法 第一章 如何最快速的自觉婚姻的坟墓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就是拿破仑彭纳派德的侄儿 他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一琴尼迪巴与伯爵 坠入情网 接着 他们结婚了 他的那些大臣们纷纷指出 狄巨仅是西班牙一个并不重要的伯爵的女儿 可是拿破仑回答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他的优雅 他的青春 他的诱惑 他的美丽 使拿破仑感到幸福 拿破仑在一次哗然激烈的言论中 向全国宣布说 我已挑选了一位我所敬爱的女人 做我的妻子 我不想娶一个我素不相识的女人 拿破仑和他的新夫人 他们具有健康 权力 声望 美貌 爱情 一对美满婚姻所婉权具备的条件 婚姻点燃的圣火 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光亮 这样白热 可是没有多久 这股赤裂 灰黄的光芒 渐渐冷却下来了 终于成了一堆的陈灰 拿破仑可以使狄八小姐成为皇后 可是她爱情的力量 国王的权威 却无法制止 她对她无礼的喋喋不休 狄八受极度所困扰 遭一具所折磨 使她捂慢她的命令 甚至不许拿破仑有任何秘密 她闯进拿破仑 正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办公室 她捣毁了拿破仑与大臣们之间 正在讨论中的重要会议 她不允许她单独一个人 总怕拿破仑会跟其他的女人相好 她常会去找她子子 抱怨她的丈夫 诉苦 哭泣 喋喋不休 她会闯进她的书房 暴跳如雷 恶言谩骂 拿破仑拥有许多富丽的官室 身为一国的元首 却找不到一间小屋子 能使她宁静安居下来 依琴尼迪巴小姐的那些吵闹 所获得的是些什么 这里就是答案 我现在从莱英哈特名著 拿破仑与依琴尼迪巴 以墓帝国的悲喜剧一书上 摘录下来 以后 拿破仑时常在晚间 从宫殿里扇小门前出 用软帽遮住眼 由一个亲信侍从 陪她去与正妻带着她的一个美丽女人优惠 他们或者会在巴黎城内漫游 或是观赏平时国王所不意见到的那些夜生活 拿破仑的那类情形 就是依琴尼迪巴小姐所留下的成绩 事实上 她高居法国宝座 她的美丽倾国倾城 可是以她皇后之尊 有倾国倾城的美丽 却不能使爱情在吵闹的气氛下存在 依琴尼曾放声哭诉说 我所最怕的是 终于临到我身上 临到她身上 那是她就由自己 自己找来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 完全是错在她的极度 和喋喋不休的吵闹 地狱中的魔鬼所发明的种种回解爱情的烈火中 吵闹是最可怕的一种 就像被毒蛇咬到 绝无声望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夫人 也有这样的发现 可是已经太晚了 当她在临死前 向她女儿忏悔说 你父亲的去世 是我的过错 她的女儿们没有回答 而是失声痛哭起来 她们知道母亲说的是实在话 那是她们的母亲 不断地抱怨 长久地批评父亲在这情形下叙事的 可是托尔斯泰伯爵和她的夫人 照理她们处在优越的环境里 应当十分跨乐才对 托尔斯泰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他那两部名著《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卡列尼娜 在文学领域中 永远闪耀着光辉 托尔斯泰备受人们所爱戴 她的赞赏者 甚至于终日追随在她身边 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快速地记了下来 即使她说了这样一句 我想我该去睡了 像那样一句平淡无奇的话 也都给记录下来 现在苏俄政府 把她所有写过的字句 都印成书籍 这样合起来有一百卷 除了美好的生育外 托尔斯泰和她的夫人 有财产 有地位 有孩子 普天下 几乎没有像他们那样美满的姻缘 他们的结合 似乎是太美满 太热烈了 所以他们跪在地上 祷告上帝 希望能够继续赐给他们这样的快乐 后来 发生了一串惊人的事 托尔斯泰渐渐地改变了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对自己过去的作品 竟感到羞愧 就从那时候开始 他把剩余的生命 贡献于写宣传和平 消弥战争 和解除贫困的小册子 他曾经替自己忏悔 在年轻时候 犯过各种不可想象的罪恶和过错 甚至于谋杀 他要真实地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 他把所有的田地给了别人 自己过着贫苦的生活 他去田间工作 砍木 堆草 自己做鞋 自己扫屋 用木碗成饭 而且尝试尽量去爱他的仇敌 托尔斯泰一生的过程 该是一幕悲剧 而造成悲剧的原因 是他的婚姻 他妻子喜爱奢侈 虚荣 可是他却轻视 鄙气 他渴望着显赫 名誉 和社会上的赞美 可是托尔斯泰对这些却不屑股 他希望有金钱和财产 而他却认为财富和私产是一种罪恶 这样经过了好多年 他吵闹 骂 哭叫 因为他坚持放弃他所有作品的出版权 不收任何的稿费 板税 可是 他却希望得到从那方面而来的财富 当他反对他时 他就会像疯了似的哭闹 倒在地板上打滚 他手一裹拿了一瓶鸦片烟膏 要吞服自杀 同时还恼吓丈夫 说要跳井 在他们生活过程中 有一件事 我认为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我已经有说过 他们开始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 可是经过48年后 他也无法忍受 再见到自己妻子一眼 在某一天的晚上 这个年老伤心的妻子 渴望着爱情 他跪在丈夫膝前 要求他朗诵50年前 他为他所写 最美丽的爱情诗章 当他读到那些美丽 甜蜜的日子 现在已成了逝去的回忆时 他们俩都激动的痛哭起来 生活的现实和逝去的回忆 那是多么的不同 最后 当他82岁的时候 托尔斯泰再也忍受不住 他家庭折磨的痛苦 就在1912年10月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他脱离他的妻子 而逃出家门 逃向酷寒 飞暗 而不知去向 经过11天后 托尔斯泰患肺炎 倒在一个车站里 他临死前的请求是 不允许他的妻子来看他 子来看他 这是托尔斯泰夫人抱怨 吵闹 和歇斯底里 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人们认为 他在若干地方吵闹 也不能算是过分 是的 我们可承认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而最重要的是 那种喋喋不休的吵闹 是否对他有了某种帮助 还是怕事情弄得更糟 我想我真是神经失常 托尔斯泰夫人觉悟到那句话时 已经晚了 林肯一生过程中最大的悲剧 也是他的婚姻 请你注意 不是他的被刺 而是他的婚姻 当波斯向他放枪时 他并未感觉到自己受了伤 原因是他几乎每天生活在痛苦中 他的法律同仁哈顿 形容林肯在他23年来所过的日语 都是处在由于婚姻不幸 所造成的痛苦中 婚姻不幸 那几乎有四分之一设计的时间 林肯夫人都是喋喋不休 窥惜了林肯的一生 他永远抱怨 永远批评他的丈夫 他认为他丈夫林肯的一切 没有一件事对的 他抱怨丈夫 脚步中没有一点弹性 动作一点也不斯文 甚至做出丈夫那副模样来嘲笑丈夫 他喋喋不休的要他改变走路的样子 他不爱看他两只大耳朵 和他的头成直角的 甚至指他丈夫的鼻子也不挺直 又指他嘴唇如何难看 手脚太大 偏偏脑袋又这么小 他要说他丈夫像个劳病鬼 林肯和他的妻子 在各方面都是相反的 在教养方面 环境方面 性情上 秩序上 还包括智能和外貌上 他们时常彼此激怒 敌视 已故上亿元比福瑞兹 是研究雷肯传记的一位权威 他这样写着 依林肯夫人那尖锐刺耳的声音 隔着一条街都可以听到 他不断的怒吼 凡住在邻近的人们都听得见 他的愤怒 常用言语以外的方法发泄出来 而要形容他那副愤怒的神情 很不容易 有这样一个例子 林肯夫妇结婚后不久 和欧利夫人住在一起 他是春田镇上一个医生的寡妇 或许为了贴补家里一份收入 不得不让人进来记住 有一天早晨 林肯夫妇两人正在吃早餐时 林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 激起他妻子的暴怒 林肯夫人在盛怒下 端起一杯热咖啡 朝丈夫的脸上泼去 他是当着许多住客面前这样做的 林肯不说一句话 就忍着气坐在那里 这时欧利夫人过来 用一块毛巾 把林肯脸上和衣衫上的咖啡逝去 林肯夫人的嫉妒 几乎达到已使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他是那样的凶狠激烈 只需读几段 他当着众人面前 所做的可怜丢人的事 就是75年后读到这些事 还会令人吃惊 他最后精神失常了 如果我们厚道的说他一句 那是说他一向就有点神精致的 所有那些吵闹 嘴骂 喋喋不休 是不是把林肯改变了 从另一方面讲 是的 那确实改变了林肯对他的态度 那使他后悔这桩不幸的婚姻 而且使他尽量避免跟他见面 春田镇有11位律师 他们不能都挤在一个地方虎口谋生 所以他们常骑着马 跟着当时担任法庭职务的台委司法官 去其他各地 那样 他们才能在第八司法区里各镇的法庭上 找点工作 其他律师们 谁都希望周末回春田 回去跟家人欢度周末 可是林肯不回春田 他就怕回家 春季三个月 秋季三个月 他宁愿留在他乡 不愿意走进春田 他每年都是如此 住宿镇上小旅店 不是一桩舒服的事 可是林肯愿意单独住在那里 不想回家去听他太太喋喋不休的吵闹 这就是林肯夫人 伊琴妮皇后和托尔斯泰夫人 他们和丈夫争闹后的结局 他们所获得的是生命过程中 一幕悲剧的收场 他们把真爱的一切和他们的爱情 就这样毁灭了 韩姆伯格 他在纽德家事法庭工作11年 曾批阅过数千件的遗弃案件 他对这方面有这样的见解 他说男人离开家庭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又吵又闹 喋喋不休 波士顿邮报上曾报道出这样一节 许多做妻子的连续不断 一次又一次在泥 所以你要保持你家庭的美满 快乐 第一项规则是 切莫喋喋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